为什么说女士一手车未必一定好 以我这么多年的收车经验来说 我收到过很多女士一手车 但是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香 有各种全车补漆的 有覆盖件各种板金的 有车门单独一块补漆 夜的板又一块补漆 看着漆不多 但是色差非常的严重 你为了把这个色差弥补掉 你不得不再做一次全车喷漆 我还收过那种穿着高跟鞋 把整个原厂脚垫那个位置 踩破了一个洞呢 我还见过那种在车里面 摆了各种香水挂件 下面铺着胶垫 在夏天的暴晒之下 和整个中控联为一块 当你把那东西接了之后 它上面留下了非常深的印子 你看着恶心 但你又去不掉 你要想彻底的把它去掉 你只能换掉整个中控 我还见过那种带狗带了很多年的 然后那个车里面 各种犄角杆栏里面有那种狗毛啊 然后狗粮啊那种东西 然后我还见过那种后备箱 后排的地板上面扔满了各种鞋的 这个鞋放车里面放多了 也是一股挥之不去的那个酸爽的味道 还有就是撞了什么前方撞钢梁 也不修的 轮毂反正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全是各种蹭马路牙子蹭出来的印子 还有更恶劣的是保养这方面 做的真的是非常不到位 尤其是一些年头比较长的这种女士一手车 机油呢 大多数人都知道换 因为有提示 但是我跟你讲 变速箱油 助力油 刹车油 刹车片 刹车盘 各种胶套 轴承 一旦上了年头 你去收吧 这些东西你全都得重新来一遍 当你把这些汤汤水水都放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就跟那种成年老抽一样的颜色 在这样的油水保护之下的机器 你很难不心理打鼓 它的状态能好吗 更多的例子 我觉得就不用再举了 其实我这些年收到过的很多的极品的二手车 都不是女士一手车 反而是那种年轻的小伙子开出来的车 或者是老司机们开出来的车 他们对车是真的非常的懂 他们每次开车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 比如说方向盘不经常性的打死啊 比如说过到那种大沟大坎的时候 会走的相对比较慢啊 比如说一定会等到水温油温上来了之后 才会跑的相对比较快啊 比如说按时保养 按时更换易损件啊 等等等等等等 其实你会发现咱们这儿的汽车文化水平 还是略微的低了一些 很多车主其实连最基本的维护保养 更换易损件这些东西都不是太清楚 而且你会发现在我们国家的二手车市场啊 大多数的消费者对于二手车车况的理解 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公里数越少越好 年份越新越好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简单粗暴的观念 其实根源还是在于我们汽车文化的无知 所以为什么二车市场的调表现象那么严重 因为有这个需求 所以才有这个供应 大家都喜欢公里数少的车 那车贩子不调表啊 谁调呢 大家都喜欢所谓的号称女士个人一手车啊 觉得这种车开的特别慢 所以对机械的磨损特别少 那车贩子不把他所有的车都包装成女士个人一手车才怪呢 当然我今天讨论的仅仅只是我收到的一些个人女士一手车 其中遇到的一些情况 并不代表所有的女士个人一手车都不好 那么具体判断一台女士个人一手车到底好不好呢 还是得看这台车真实的情况 那么OK 我是唐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